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破身日本赔款道歉的民族英雄 却被一些汉奸污蔑成了向日本人投降的懦夫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丁汝昌的一生 丁汝昌自语听 1836年11月8日出生于安徽卢江县石头镇 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因为家境贫穷 丁汝昌只读了三年私书就辍学了 后来迫于生计他去帮人放过牛养过鸭乘过船 1851年卢江发生严重灾荒 丁汝昌父母先后病逝 三年后太平军占领卢江 他也加入了太平军 后来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一步归顺清军 他也随对成为清军的一员 后因作战勇猛被李鸿章收入麾下 1879年李鸿章向朝廷奏准 丁汝昌督操北洋水师炮船 丁汝昌自此正式投身海军 1882年6月朝鲜京城爆发人武兵变 国内局势大乱 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 清政府派丁汝昌摔威远超勇杨威等战舰 开赴朝鲜观察局势 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7月7日丁汝昌率2000多人登陆朝鲜 随后设计于13日 勤获朝鲜大院军李时应 并押往天津软禁 使日本干涉朝鲜计划落空 1886年 丁汝昌奉命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海深晚 接应大清派王吉林东部 刊定中朝兵界的军队后 折赴日本长期保养战舰 上岸休假的海军士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 日本迫于大清海军的压力 向大清赔偿5万余元 此事成为日本对大清海军羡慕基督恨的根源 日本自此也开始大力发展海军 到甲午战争前 日本建立了一支拥有军舰32艘 鱼雷艇24艘 总排量7万2000吨的联合舰队 1891年 丁汝昌率舰访问日本 发现日本海军已经发展得很具规模 有赶超北洋海军之势 回国后便奏清清政府载购新舰 增强北洋海军实力 以防万换 但未被采纳 1894年 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清政府应朝鲜高宗请求派兵帮助镇压 日本凭借天津条约也派兵奔赴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7月25日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封岛海域偷袭大清运兵船 8月1日 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 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都担任起了从本国向朝鲜输送援军的任务 9月15日 丁武昌率领12艘北洋战舰 向朝鲜输送4000名援军后 返航至鸭路江口大东沟时 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相遇 双方一同激战 北洋水师损失五艘战舰 死伤官兵一千多人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不幸落水 他的随从流中跳入海中 以救生圈救他 他却说 河川俱墨 亦不独活 他的爱犬游至身边 用嘴闲着他的辫子不让他沉没 他却决心赴死 把爱犬也按了下去 日本方面也有五艘战舰受到重创 但没有被击沉死伤官兵六百多人 此战 北洋水师虽然损失交大 但是并未完全战败 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 竟然命令北洋舰队夺到了危害港内 不准巡海营敌 让日本轻而易举的夺去了黄海的制海权 一味的让步 让日军更加猖狂 1895年 日本大本营又对山东半岛部署了 海陆夹击北洋舰队的计划 1月20日 日军25000人在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 开始在戎城龙须岛登陆 并炮击登州 作为宜兵 山东巡抚摸不清敌军的意图 只好分兵把守 更可悲的是 清军根本就没有应对日军的能力 例如登州首将仅从仓库里 翻出来了一枚三百年前 七家军 周到的震海猴 古东铁炮 所以仅仅三天时间 日军就登陆完毕了 随后 日军兵分南北两路 占领了威海陆地 将丁汝昌坐镇的刘宫岛围成了一座孤岛 30日 日军又拿下威海为南北两处炮台 把北洋舰队彻底包了饺子 为了夺回炮台 丁汝昌组织赶死队 兵分两路杀进日军阵地 但是中英寡不敌众 三百人全部壮烈殉国 2月3日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移动又亨给丁汝昌血信劝箱 被言辞拒绝 2月5日 日军开始水陆加击北洋海军 定远 众雷搁浅 但是丁汝昌依然指挥将士们把定远当作水炮台使用 从敌抗争 2月9日 丁汝昌又率静远舰迎战 击伤日军两艘军舰 静远舰被炮弹击中 丁汝昌准备与舰通臣 但被部下冒死救上小船 2月10日 北洋海军弹尽粮绝 北洋海军的外国顾问英国人马格陆 美国人浩威等人开始勾结部分胎生叛复的清军将领 逼迫丁汝昌投降 丁汝昌在得知增援无望的密报之后 下令各舰同时沉船 以免自敌 可惜没人听从 然后他又下令于舰拼死突围 可惜军心已散 也无人执行 11日11年 丁汝昌一边弃不成声 一边提笔给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写下 无遂决意与舰同归于尽 让人心溃乱 大事已去矣 甲午战败人心溃乱 生有何用死亿何惧 然后他在绝望中砸毁海军提督大印 赴鸦片自杀 很多将领也随之而去 当时的纽约时报称赞这些为国牺牲将士们 有着比同胞更坚强的爱国精神 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 可是就连外国人都觉得值得尊敬的英雄 却被清政府当作了讨好日本人的替罪羊 说成了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 丁汝昌的灵鹫被刑部用三道铜骨捆住 并泼上游戚 以示戴罪 还下令永世不得下葬 紧接着光绪帝又下令抄了丁汝昌的家 直到15年之后 数百名官员一同向朝廷施压 朝廷才退后一步允许丁汝昌下葬 但是丁汝昌没有被追赠 也没有嗜好 子虽后代也未曾得到半点恩益 只有后来的全体水师将士捐钱的刘公岛 给他修建了一座丁公祠 以供后人缅怀 好在咱们这些后人从来没有遗忘这些英雄 我们的历史课备一直记载着他应用不去的故事 他和历史上的那些所有的英雄一样 化身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砥砺前行 虽然有一些汉奸把他污蔑成了向日本投降的小人 试图灭人之国 灭人之使 但是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日本也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日本 试试以中华而你绝不允许歪曲历史 绝不允许诋毁英雄 也绝对不会重演历史的悲剧 diameter 小 GOD dislike стар 你的 开阔 小 firefight 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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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